装甲运兵车开门 乌克兰士兵二话不说 下车往前冲 在这片树林里 和俄军猛烈交火 自从瓦格纳宣称占领巴赫姆特后 乌军还是持续从南边进攻 不过俄罗斯炮火也很猛烈 豪钩冒出橘黄火光 还不断冒烟 乌克兰大兵察觉情况不妙 边喊边逃跑 其实两个星期前 这支部队就在巴赫姆特南方作战 现在传出捷报 为乌克兰大反攻起了头 这支第三独立独机旅成了目前乌军巴赫姆特主力 其实前身就是亚素营 天气好的时候才能出动坦克 平常突击率靠的是无人机 发现尔军未知 只能出动坦克兰大兵 现在一架一架一架 离开了 同个地点又有俄罗斯士兵现身 第二架无人机 二次投弹 不过巴赫姆特只是其中一个反攻战场 卢干斯克也传出爆炸声 使用武器疑似就是英国军援的暴风之引飞弹 另外在中部扎波罗热 俄罗斯控制的博德扬斯克 白天夜晚都发生爆炸 从南方到东部 乌克兰反攻 不把鸡蛋放同个篮子 而是多点尝试同时进军 别忘了俄罗斯边境城镇 时不时也遭到武装团体突袭 号称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总进攻 军备齐不齐全就很重要 正因为不够用 这间兵工厂专门修复坦克装甲车 西方军援也不能缓下来 前阵子为了避免美债违约 削减政府支出的拜登 向乌克兰保证军援预算绝对不打折 TVBS新闻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